蘇貞昌說台灣不亂就好 把在野黨殺光光就不亂了嘛 台灣哪有亂啊 台灣本來就沒有亂啊 台灣這叫亂 國民黨前天把三十幾個立委 跑到行政院門口要發現金 行政院有理他嗎 要疫苗有回答嗎 根本不理你啊 如果說在野黨這樣 有不同的意見就要亂 如果趙浩康批評就要亂 國民黨執政的時候民進黨那個大吵大鬧 那才叫亂 好笑的是全世界現在都在罵美國 包括美國自己 包括民進黨當時很崇拜的川普 包括德國總理 包括法國總統 包括紐約時報 都在罵美國 只有民進黨不准人家罵美國 全世界只有民進黨不准人家罵美國 連美國的民主黨裡面很多人都在罵 拜登 台灣民進黨不准罵 說你罵的美國就是掌他人志氣 滅自己威風 就是跟中共唱和 就是唱吹台灣 我真不懂民進黨這個邏輯怎麼來的 全世界都在罵都說美國不行 你這樣子對朋友這個不夠意思 而且撤軍撤得太難看了 結果民進黨有沒有一個人在罵 蔡英文在哪裡 蔡英文這幾天你沒有講一句話 蘇貞那還回應我 我說台灣不能亂 台灣不能亂 蔡英文不見了 總統要講話啊 在這個情況不召開國安會議 也不研究一下整個中亞的形勢 對台灣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也不會研究一下 那美國的這個反應 將來對台灣會怎樣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就在麻醉自欺吧 自欺欺人 我常常講喔 騙別人可以騙自己不行 你偶爾騙別人就罵了 你連自己都要騙 你自己真的相信嗎 你自己不講真話 你還不准別人講真話 別人講真話 就是唱衰台灣 就是跟中共唱和 還有給我戴紅帽子 蘇貞昌說台灣不亂就好 把在野黨殺光光就不亂了嘛 台灣哪有亂啊 台灣本來就沒有亂啊 台灣這叫亂 國民黨前天把三十幾個立委 跑到行政院門口要發現金 行政院有理他嗎 要疫苗有回答嗎 根本不理你啊 如果說在野黨這樣 有不同的意見叫亂 如果趙浩康批評叫亂 那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民進黨那個大吵大鬧那才叫亂 民主國家很正常嘛 那川普在美國還叫拜登下台 那美國才叫亂啊 我們哪有亂啊 民進黨最近常講說 國民黨把大陸丟了 應該去檢討 你現在檢討國民黨丟掉大陸 丟到南京丟到北京有什麼意義呢 你要現在誰負責 要滿久負責國民黨把大陸丟了 還是要江啟成還是要朱立倫負責 還是我趙浩康負責 我常常講啊這不是第一次講啊 蔣介石也好 主要是蔣介石啦 他對大陸來講最大的過就是把大陸丟啦 害了幾千萬人後來被屠殺被鬥爭啊 但他對台灣最大的功就是保住台灣沒有讓共產黨過來啊 當年國民黨丟了大陸沒錯 國民黨如果不到台灣來 共產黨就來了 大家會不懂這個道理嗎 你自己想那個時候如果國民黨就整個完了 也沒到台灣來 那台灣會怎樣 共產黨當然就渡孩兒來了嘛 對不對 國民黨當時打古寧頭戰爭 打九三炮戰 打八二三炮戰 也犧牲了很多人啊 保住台灣啊 你民進黨一場仗都沒打過你在講什麼